台塑集團的創辦人王永慶已經過世11年了 但是遺產爭鬥的官司還在纏鬥 三房李寶珠又有了新的動作 這次他拿出的是一張照片要當作證據 他要提出自己是王永慶合法配偶權的主張 原因是什麼 他要搶的是高達上億元的遺產 現在是三房 槓上了二房的長子王文陽 來看看這張照片關鍵證據在哪裡 台塑集團再度爆發真產風波 要搶台灣的1.1億遺產 而傳出這次爭奪戰最關鍵的就是這三人 王永慶大房王月蘭 二房楊嬌和三房李寶珠 三人和樂同框的老照片 但是現在卻要來爭配偶權 老照片這個不要抗越抗越傷心 我跟你講這個事情都不要談好不好 傳出三房夫人李寶珠向法院提出 當年與王永慶結婚 公開驗客的照片及認證 而王文陽則是一手握有母親羊嬌 也是配偶的照片 一手拿著王永慶包地 王永在認證的合法配偶公正文件 我說清楚一點 我在今天大美女面前 我如果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不公平的事情 王永慶恐成一夫三妻的台灣首例 王文陽發表422字聲明 自始至終只認定王月蘭一人 為父親的合法配偶 而遺產部分因依照當初協議 王月蘭拿一半 但基於家庭和諧 已經將所得遺產贈予羊嬌與李寶珠 基本上戶籍成本上面登記大房是配偶 但他也沒有否認其他房不是配偶 這個三房的這個婚姻 並沒有被利害關係人撤銷掉 那基本上會被認為為有效 也就是合法配偶 台灣1.1億遺產風波僅佔一小部分 但卻牽動著海外6000億遺產的分配 連帶市值千億台幣的台塑 美國公司股權也可能產生影響 我如果贏了拿到我的部分 全部兼我一毛不留 對方的財力比較好嘛 他們可以用拖的嘛 王家徵產對布公堂 李寶珠再槓王文陽 誰輸誰贏還是未知數 東深採經新聞紅沛魚何昆元綜合報導